如果他再帮不到孙子的话 他就会把贼妇之刀给捐了 我去哪儿给他找个孙子啊 谁啊 小宝 你怎么又乱扔呢 那个 不好意思 孩子几岁了 你有病吧 小宝两岁了啊 我们分开一直三年 难道 快走吧 面馆都忙不过来了 哦 走吧 走路 小宝 他耍了我就算了 他还敢带着我的孩子叫别人吧 就是 这个女人太过分了 要不我们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过 他又要看面馆 又要带孩子 找的男人还没我帅 一定很辛苦吧 啊 嗯 告诉我吧 明天我就给他抱个孙子回去 啊 我这么帅 还不把他迷死 不语 我到底哪儿配不上你 你要这么躲着我 哎呀 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了我不喜欢你了吗 等我找到工作 我再也不帮你带孩子了 哎 你看 我老婆孩子 是他 他们不是早就费手了吗 我们一家三口要回家了 你还不快走 你给我等着 神经啊 给你一个月十万 陪我回家见我爸 你有这老子吗 再加个名字 我们快走吧 他果然只是爱我的钱 哎呦 我的乖孙子 哎呦 哎呀 米莉 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米莉小姐 这是我们董事长 赠予宁的一套 独栋独栋 谢谢叔叔 真的了 真的了 这个贪财的女人 看爷爷给你买什么玩具了 看看都是什么玩具啊 小宝 小心 小心 那我去给小宝换整条裤 我也来给小宝换吧 他好像没有以前能够讨厌的吧 米莉 我决定了 把我的股权分给你和小宝 不行 这太贵重了 董事长 那个小宝根本就不是顾宇的孩子 这个米莉他在骗你家产 你说什么 你看 小宝的爸爸妈妈就是开面馆的 顾宇和米莉根本就没有孩子 我本来就是小宝的小姨啊 你承认了吧 我骗子 米莉 你还没结婚呢 太厚了 我还有机会吗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臭小子 一切都在我掌控制